有关注国内新闻的我们都知道呢 马来西亚的毒品泛滥问题已经到了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地步 甚至呢现在已经涉及到校园娱乐场所还有警队的一个程度了 那根据马来西亚反毒机构的一个数据就显示说 马来西亚的吸毒者人数是逐年的增加 从2014年累积到今天呢 吸毒人数已经突破了14万的人口之多 但真正的数量可能比记录在案的这一个数据呢 还要高上好几倍哦 那毒品滥用的这个成因就复杂 要牵涉到家庭啦教育啦 还有整个社会的这个结构 而且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的 因为它关系到我们的社会所需要付出的成本 以及我们国家的一个未来 今天就在我们的大人心理学 我跟Ivy就带你来聚焦娱乐性用药 recreational drug这个话题哦 什么是娱乐性用药 它会造成一个多严重的一个后果 欢迎我们的这个生命线协会的蔡慈欣硕士 在我们的节目现场 老师你好 老师你好 心里有烦恼 心里也有自救的力量 大家好 我是生命线的蔡慈欣 辅导员 你今天很好 那刚才就讲到什么是娱乐性用药嘛 那其实娱乐性用药 差不多在90年代开始 比较多在这个马来西亚有充斥在市场上 那早期大家比较知道的就很像说摇头丸啊 就是你要喝了去摇摇摇很爽 其实到后面呢 比较多的 现在在市场上比较多的是我们叫冰毒 它叫Ice 或者是就冰 那也有一些人 就叫甲基安费他命 Math Fentamin 就是它有这些不同的成分 那它每一个的效果也不太一样 有些人是为了使用过后 他可以dissociate with 他的那个cognitive control 就是他不会去 再继续为他目前生活当中 遇到的一些状况而烦恼 那有一些呢 反而他使用过后呢 他自己的那个自我限制能力 一些自制或者一些 有时候我们人啊 会害怕在一些场合讲话 那有些朋友呢 他就会靠使用这个娱乐性用药 让他的那个control变得低一点点 那这个他就可以比较自在的 勇敢的去交朋友 去认识人 去表达自己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一些人 会开始选择这个娱乐性用药 那相对起以前我们熟悉的 可能是大麻鸦片等等 它的那个半衰期 就是half life其实是比较长 所以它不像一般大麻使用者 还是什么 你会你看它每一天 它只要一不用药 它就会开始有那个 withdrawal syndrome 就是它会开始可能发冷啊 就疼痛啊 它需要使用药 那因为这些娱乐性用药 一般上它的那个半衰期 可能是两个礼拜甚至更长 所以变成有些朋友 如果他只是每个周末 就是例如拜五晚上 他就用一次 然后下个周末再用 他完全不会有这个阶段的那个症状 那这些人就会以为他们没有上癮 这个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差别 这样子 OK 所以老师其实娱乐性用药 在国外其实是非常的泛滥的 对 因为有些人就觉得说 我生活压力很大嘛 所以说我可能吸一下 又或者说我用一下 我就会比较愉悦 比较容易集中精神 对 或你的创意会有不绝 是没错 所以其实他到底会不会上瘾这件事情 刚刚老师已经有给出一个答案了 他其实还是会上瘾的嘛 对不对 哪怕你只是用那一点点的话 应该这么说 每个人对上瘾的那个affinity 不太一样 那有些人可能他真的用一次 他过后他就上瘾 有些人可能是好一次 但问题说 这个点是一个我们没有人知道的 那为什么娱乐性用药 在这个说上瘾这件事 比较麻烦的 就是在于说 他的半摔期很长 所以有些朋友 他就像我刚才说 他以为他每个礼拜用一次 或者他两个星期用一次 他觉得他没有上瘾 可是实际上 那个药本身在他的身体的囤积量 是逐步增加 因为那个半摔期还没结束 药还没有被这个metabolize出去 对 还没有被新陈代谢带出去 那他就囤积到某个点 因为每个人不一样 到某个点的时候 他就突然间 你没有这个药物的补助的时候 他就完全没有办法去感受到 他的生活上 一如 这些东西很好 我可以这么说 娱乐性用药 它有点像我们在刷credit card 就是你先用未来的快乐 你先用未来的专注 而当你没有在使用这些药物的时候 突然就是你在缓债的时候 你的身体会没有了这一些 例如多巴胺 血清术 或者是你就很难去专注 其实你就是在之后缓债 那个是他们后来 我们说slam down的一个状况 那一般上 一些人可能他周末用了过后 他可能是拜五用 然后他拜六到礼拜 他是slam down的 他就整个人就是 清飘飘要的 那有些比较 用的比较密的朋友 let's say他拜五拜六 拜都在用 那他会慢慢的变成 可能他拜一到拜十 他也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 这个其实是 他们一开始不会看到 但是渐渐当你已经上瘾 然后这个瘾形成了过后 他就不自觉的 没有办法去摆脱这样的状况 好那我想问一下慈欣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大概这些娱乐性用药的 类别有分成几大类 然后在马来西亚比较容易 在市场上流通 会比较容易被这些 用药的人找到的一些 效务是哪一类的比较多 如果真的要分的话 他基本上有分三种类型 第一个是 就dissociative 刚才我说的 他解离性 他让你脱离 一般上你的正常认知 刚才有些人说 我会变得很有创意 好像皮卡索 这个是解离性的 那有一些是兴奋类型的 那这所谓兴奋类型 它就会让你变得很专注 它让你能够变得好像很有能力 很有power 好像你用了过后 你会觉得你很像超人 你可以不睡觉 你可以一直做一些东西 你可以做到一些你平时做不到的事 那另外最后一种呢 其实它是让你放松 就是它 那就很像我们刚才讲的 它让你变成整个人 不太这么有压力 你可以 例如你在陌生场合不敢讲话 你也变成可以讲话 所以尤其是在一些自信心 比较不足的人 他们比较会使用这些 那它就可以 很热情 很直接的去跟人家建立 比较深层的关系 OK 那这三大类 是不是都很容易 被马来西亚的市场上面 找得到呢 基本上都有 那只是看你的药头 它供应你什么药 那像 其实好像我们去年三月开始MCO 有些人觉得 MCO这样你不会去夜店 不会去一些地方 你比较不会获得 可是我们的药头朋友们 也非常的creative 其实他们就使用 对他们就使用Grab 使用Foodpanda 还是什么样的方式 就把那些药 直接送到那些人的家 对所以其实 去年五六月的时候 我们是发现说 这个使用率 其实是比MCO之前 还来得高 更高 所以说 好像把一个人 锁在家里面 好像也没有办法 完全杜绝 或者是解决 他能够购买 这个毒品的 这个趋势 完全没有 因为大家都Work from home 你在家里 可能你就是 不想要每天 对着电脑上班 那你可能在想到 使用这些娱乐性的 这个药物方面 你就机会变多了 对 时间也变长了 对那老师 接下来我们想问问 就是说 其实我们听说 这些毒品的 外在的包装 据说是已经做了 咖啡包 奶茶 糖果 巧克力 就是其实 给我们两个 就是普通人来看的话 我们应该是很难 所以就想问问说 是不是也是 真的是已经变成这样的一个趋势 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呢 其实这个十几年前已经开始了 只是我们一般的 那所谓他做成很多 可能色彩逊利的一些糖果类啊 那是让他容易避开一些检举 或者是让他容易在一开始要 例如要头想要遭更多人吸食的时候 他就一开始就给 这只是糖果吃了你会很开心还是什么 那一般人的戒心就比较没有 那就比较容易上瘾 那所谓的咖啡包 甚至迈洛包还是什么 其实就是他拿原厂的包装 然后他把药用针头注射进去 所以这种所谓的咖啡包还是什么 它比较危险的是在于说 你不晓得那个药的纯度 然后你不晓得到底掺了多少种药 像我刚才讲的那三种热性用药 它每一种药有自己的功效 每一群的药下面有可能十几二十种 那每一个药它自己的药效 它的药性它可以耐久度都不一样 所以变成说当你使用这种夹杂的 那个chemical的时候 药跟药之间会产生互动性 然后这个互动性本身可能是延长 可能是增强 可能是怎么样 会让到这个reaction是unexpected 所以有很多我们有时候看到新闻 一些猝死的案 有可能是你不晓得的使用的太多 或者参得不好 结果它就暴毙这样子 所以其实这个是危险的 那除了这些是包装 其他的有些人在一些夜店 或者一些场所 他们也会教一些东西 他们叫Rivina Rivina其实它就是 使用那些药它加在那个饮料里面 然后它再把Rivina加下去 所以基本上你喝下去就像Rivina 但其实里面就有药 所以真的需要提醒各位 如果你在不熟悉的场所 那你离开过你的饮料过后 千万不要喝 不要再喝了 OK 另外再点一杯新的 点一杯新的是一个 然后我必须说 如果那个场所的人是 他们心怀不愧啦 有时候甚至是新的 他们都可以先预先把药打在里面了 矿前水还是什么都 所以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有没有一些针孔还是什么的 才喝那个饮料会比较好 那到底我们像有时候去一些可能朋友的party 或者是一些聚会 那老师有没有办法教我们有什么样一些辨识的方法吗 我很难直接说辨识 因为状况不太一样 那我觉得可以做到保护自己的工作呢 就是不要一个人出门 最好是两个人或以上 那你同时有人的话 你们可以互相照料 那例如你离开的时候 你朋友可以帮你看他的饮料这样子 那另外就是当你要出门和你回之前 你都可以联络你的家人 就让他们知道你去哪里 你几点会回 然后这些东西 如果你可以在这个你的约会的场所 让对方知道 其实家人已经知道你在这里几点会回的话 那其实他们会比较 不会做这些放药的动作啦 不敢太胖开 对对对对 就是他知道说 你这个人过后会有人懂你的心中的 这样他会比较矫心 矫心OK 所以我觉得其实特别是女孩子啦 我真的不得不说 就是说如果你出门在外的话 特别你要出入这些娱乐场所 我们知道压力很大 有的时候可能想 就是放纵一下 可能跟朋友约好 我们去喝两杯 不管怎么样 那个警惕心还是一直都要有在那里的 那如果说你要出没到这一些娱乐场所 然后又灯光 特别灰暗的情况下 特别这个时候 有人主动请你喝饮料 这个时候可能就要稍微的留意一下了 可能就要稍微去 我稍微再讲一点 除了女生 男的也是会的 也是要消息 现在有一个新闻 就是一个男生他在网吧 那他就上个厕所 他回来 他就喝到他饮料有药 有硬体 然后才发现是药丸 然后去看那个监控 然后才发现是另外一个男生 放了安眠药在他的饮料里面 所以其实不管你是男生 都要小心 对,那安眠药也是属于一个recreational drug吗 我会说某些安眠 或者某些recreational drug 它可以产生助眠的效果 就像刚才那个放松的 那不是所有安眠药是recreational drug 因为基本上 安眠药都是需要由医生 prescribe 那只是它是怎么可以使用 那个可能是重点 而且也越来越多的娱乐性药 已经不再那么的蠢了 他们也是互相的参加 有餐区我是有一些mix and everything 对,其实这是比较危险的 OK,那万一我们已经不小心的社区 就好像刚刚老师提到的那个男生 他如果真的已经喝了一半 然后才发现那个颗粒 OK,这个时候他可以做什么 他可以做什么的 他应该如何 OK,我觉得如果他还清醒 有两件事他可以做 当然前面不要再继续喝 那另外他就可以去到诊所或者医院 然后他把他的那个药剩的那个balance拿去 因为他们那里可以做一些科学检证 那他们就可以知道那个药的成分是什么 然后再看是不是需要使用一些antitodes给这个人 那就算他们检验不出啦 例如馋的已经太 已经容得太细了 他没有办法分 那至少当下在那个医院的时候 这个人例如他的心跳 心率开始不齐 开始呼吸急促 开始要昏炫还是什么的话 那医生也可以有比较好的方式去照顾这个人 好 这是如果他还清醒 如果他真的不清醒的话 嗯 一点难 对 那老师你会鼓励他就是日后去做报警的这个动作吗 如果说有这个监控的证据在手上的话 我会觉得报警是很个人的 个人来讲我会建议 当然不同的人 好像如果刚才那个案件 因为他在网卡 在网卡 所以还要无目 那有些人如果他是在夜店 然后他自己有家室还是什么 他怕被家人知道 他可能会选择不报警 这个是个人的状况 好 那等一下回来呢 我们再请教这个老师 如果是万一娱乐性用要上瘾的话 有什么是可以做 或者会导致什么样的一个后果 欢迎回来大人心理学 你好我是Ivy 嗨我是小芬 那我们今天依然是有蔡芹心老师来跟我们一起聊聊的 老师你好 老师好 两位DJ好 那我们今天主要聊的这个主题就是关于一道娱乐性用要了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他反正就是不会危机到身体 他只是在你累的时候 你吸一下 你用一下 能够集中精神一下 我可以做更多的 我的产能能够更好 对又或者是有一些人发现说 自己用了之后好像瞬间就创意十足 或者心情比较开心 不会 甚至是有一些忧郁 可能有一些比较忧郁的人 他会选择去使用一些比较轻的 他可能觉得比较不会上瘾的娱乐性药品 然后来让他心情比较快乐 是可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知道说反噬都要有个度 如果说一旦超过那个度的话 可能就会对身体一定会有些反噬的作用了 包括像是这个娱乐性用药也是一样的道理 那如果说一旦用超过 不是上瘾的话 老师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而且那个后果的度也 OK 那其实要说这个 所以刚才我们讲的娱乐性用药有很多种 然后我也说他就像使用credit card 那所谓你用过多的时候 就像你credit card超额去刷 然后你过后就要去还 那不同的那个药品呢 他就会怎么说有不同的效果 那基本上啊 我涵盖一些general来讲的话 他的short term的一些 包括因为你前面你要专注力 你后来的专注力就会下降 然后过后你会很容易有疲劳感 你会觉得很累 然后你的生活的活力啊 或者对于事件的一些醒觉啊 注意力这些都会低下来 然后有些朋友呢 他其实会下降食欲 变成他不太想吃东西 然后他的那个使用下一次使用药的那个 怎么说 那个愉悦感啊 其实也会降低的 这个就是所谓的上瘾 那你一开始 Let's say你只要使用四分之一颗 你就会很high 到一段时间后 你会发现 我使用四分之一颗 我没有感觉 那我需要半颗 然后一颗 两颗 三颗等等 这个就是你身体 对这个药物的那个抗药性 高了 依赖性变高了 所以变成你会 你会越用越多 然后另外呢 当然 depends on不同的药物 可能你会心率不齐 你可能会心跳突然间太快 还是怎么样 然后你可能会呼吸几处 你会体温上升 然后你会有一种我们叫幸福感觉的扭曲认知 那你会对所谓的幸福 有错误的认知 然后你会觉得说 就算一般原本对你好的人 在对你释出善意的时候 你会觉得你这没什么 你其实是不是想要害我还是什么 然后这个是短期一开始的 然后在长期的效果 很多时候啊 这些朋友可能会出现一些精神状况 我们说psychosis 包括最主要的会有一个叫paranoia 就是他们会开始有疑心病 包括说 你谁谁谁是不是要害我 是不是有人跟踪我 是不是有什么组织在针对我 警察要来抓我了 他会有很多的疑心 疑心是他还没有看到东西 然后过后才会出到这个妄想 dillusion 然后或者是有幻想 hallucination 这个是一步一步一步这样子发生上去的 对 所以这个就是长期的 对 然后除了这些呢 其实你的脑部的那些结构 因为你的脑细胞可能因为太活跃 所以他没有办法很好的休息 他开始坏死 变成你的脑部脑神经的连结啊 他的那个signap没有办法很好的process 所以你的肢体控制能力会变差 然后 对 然后你的记忆力会衰退啊 你会开始变得冲动 有攻击性 然后很容易焦虑 这些全部都是 那个精神上会有的状况 其他的像刚才讲的 你长期的心率不齐还是什么 你可能会有高血压 心脏病 然后你的 有一些人 他皮肤病 他会有中风还是什么 然后这些都是可能会造成死亡的 像其中一个娱乐性用药 他们叫ketamine 就是k宰的很多名字啦 它的其中一个长期的副作用是因为他一直在弄你的那个soft smooth muscle 包括你的那个膀胱的那个控制膀胱小便的那个肌肉 所以使用过度的话 其实你的那个膀胱的那个破约肌嘛 我忘记叫什么名字 它会变成没有办法控制 所以变成你没有办法控制不小便 所以你只要一有尿液 尿液就会出 所以以前的人甚至有这样的说法 就是你使用k打命的话 你要一辈子穿成人 纸尿片 所以这些事 要长时间的副作用 ok 那有一些娱乐性用药的人 就像刚刚老师说的 他可能是基于工作压力 或者是想要让自己能够 可能精神方面比较好 能够集中来完成他的工作 那大部分的人 大部分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原因 或者需求会去走上这一条路呢 老师 因为有些人好像是说 我听过一个说法 就是说为了要逃避现实 现实逃避了 对吧 就选择要使用这个娱乐性用药 为了让自己可以得到一时的快感 老师你怎么样看待这句话呢 我会说有小部分的朋友 的确是这样 那而且像你们说的这两类人 其实他们比较像是早期使用大麻 或者鸦片的人 如果你去发现的话 就那些使用者 他使用过他就会很high 然后就会自己一个人躺在一边 他就自己过自己的日子了 所以这些是逃避 他想要避免这个现实生活的压力 可是现在使用 现在这些我们所谓的娱乐性用药 很多其实是为了要跟身边的人连接 也就是说 不是潮流 其实不一定是潮流 其实不是潮流 很多时候就是像我刚才说 他心里觉得孤单 他觉得寂寞 但他没有办法去跟别人做朋友 或者他不敢主动 又或者可能他的样貌 身材 学历 财力 还是什么不太好 所以变成他有那个自卑感 那例如说有一些 可以是中产阶级啦 或者是像我们说 性少数的朋友还是什么 他们也可能因为没有办法 在正常社交去找到朋友 然后他就要使用这些娱乐性用药 让他可以放下自己的自控的那个部分 他可以比较勇敢的展现他自己去跟人家搭讪 去跟人家认识 开始去接触 那这些朋友他们的确可以透过这样的娱乐性用药 达到这样的效果 可是我也遇到之前的个案 他在这一个之后 反而因为他就像那个credit card用过度 他又会退缩回去 反而他在他的日常生活 更难去达到这一件事 所以他又只能再使用娱乐性用药 那下次会用得更多更久 其实这个是比较多的状况 就好像一个无敌 他们真正想要的是与人连结 而不是想要逃避 那如果我们旁观者看到我们身边的朋友 或者是刚刚认识的一些人 他的形象上他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征 或者他的行为动作上 让我们可以去帮帮他 或者是关切他这个用药的情况吗 老师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这么说吧 如果你真的刚认识一个人 其实你可能很难分辨得出 尤其是他如果是刚刚采用不久 他也还没有到那个阶段的状况 所以基本上他的那些副作用 就在他用过后的那一两天 然后可能那一两天 他就在家你也见不到他 所以你会把他当成完全很normal的 但如果你发现一个人 可能我们说比较long term 他开始比较难集中精神 他开始比较有情绪 容易紧张焦虑 他开始有一些疑心病的话 那如果身为朋友 可能你可以跟他关心一下 你可以问他 我发现你好像最近比较容易生气 你要不要跟我说说看 看有什么东西我可以帮你 因为你真的很难直接去判断 或者去讲他是使用药还是什么 但你透过你愿意跟他连接 你愿意花时间在他身上 让他感受到 这些朋友想要跟我在一起 他可以感受到那个连接的时候 其实他可以慢慢的不太使用 娱乐性用药来得到那些连接的部分 那老师如果说 对于这些娱乐性用药的人 使用的人 他们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他们一定也会观察到 自己身体的一些变化 对吧 一些像是你讲的 可能记忆力好像衰退了 真的要使用药物的时候 才能够提高 他一定也会 可能或多或少也会意识到 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如果说他想去进行戒断 他想要去摆脱那药物 他可以怎么样去自救呢 那我觉得在戒断的部分 我们第一个要认知的 就是我们有瘾这件事 我必须承认我上瘾了 那我才能够去戒断 因为有很多朋友 就是他一直觉得 没有啦 我只是偶尔用一次什么 他不会觉得这个是问题的时候 你叫他去停掉是不可能的 那第一就是他要承认 所以刚才你讲的 他发觉他的记忆衰退 他发觉怎么样 他想要停用 这个第一 第二呢 但他可能可以找 他认识的 或者是可以信赖的人 来说他想要停用这件事情 因为当我们在讲停用的时候 他其实瘾真的没有这么容易解 那像我们说 一般人 我们好像没有娱乐性用药的瘾 可是你真正去看回去的话 你有没有咖啡瘾 你有没有手机上网瘾 这些都是瘾 然后有些朋友就喜欢吃甜食 这些都是瘾 然后你要叫这些朋友 不上网 不喝咖啡 不吃甜食 你几乎要他们的命 所以其实跟这个娱乐性用药的上映者也一样 那就是他跟这个机构 他跟这个朋友 他们要去设定一些可预期 或者可达到的小目标 例如原本他可能是一个礼拜用两次 那我们可以不可以先打一个目标 就是我们慢慢变成一个星期用一次 或者他本来是一个星期用一次 那我们可以不可以慢慢达成 两个星期用一次 三个星期用一次 他需要无步的慢慢的去达到目标 因为如果他一开始的目标就是我要停用 可能当你发现那个很难听 然后你又再去用的时候 那个挫折感会很强 那就会让他算是要戒的时候 他更不敢戒 所以在这个要戒的时候 他的重点就是 如何让这个朋友有持续性很小的成功 让他每一次 我比上次少一点 更进步了 更久了一天 我比上次又少了半颗 还是怎么样 让他去看到他的一步步成功 然后从而去建立他有信心 去要做戒断的这件事情 这个是比较重要 要循序渐进 那我想问老师 娱乐性用药 他像听起来好像 他不比这些硬性的毒品 比如说Cocaine等等的 来更加的可能更加的严重 获得着致命性的效果的更厉害 那但是娱乐性用药 他可能他一点一滴 一点一滴这样子的影响你 他有一天如果能够 如果我们进入一个乐界的进展的话 有没有可能是可以达到完全阶段 这样子的一个成效的呢 是有的 那一般上马来西亚其实还比较少 针对这个娱乐性用药阶段的机构 但就我们知道的一般的Cocaine那些是有的 那可是国外因为之前他们比较先盛行 所以他们对于这个娱乐性的阶段的 那个资源是比较多的 那其中一个听众朋友其实可以去看的 叫56Dean Street 它是一个UK的网站 那里面它就会有这个协助这些想要阶段的朋友 怎么样去设定刚才我讲的那个可达到的小目标 然后从中再去看它 那除了所谓的可达到小目标 其实另外一个我们要帮这个朋友的就是 去帮他check他的那个使用的频率 例如有些朋友就是每个星期五晚上 他比较寂寞 他想要用 如果我们identify的到这一个点的话 那就跟他询问 我们可以不可以每个星期五就来一个聚餐 来个聚会还是什么 就是我们帮他break掉那个引来的那个点 那就是比较容易帮忙 所以这些是一些小动作 一些朋友都可以帮忙 那你要细节的话 你可以上我刚才讲的那个网站去看一看 所以作为亲友的话 如果真的发现家里有一个正在要戒毒的朋友的话 或许我们可以用刚刚老师 转移他的焦点 对 转移他的注意力 断了他想要吸毒的那个念想 那老师其实我注意到有些报道 就说个案如果说离开这个乐界所之后呢 会再度染毒的这个几率是高达95%的 其实很好奇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会不会跟你刚刚有提到 有一些人可能因为太急着 想要赶快断开 这会不会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呢 我觉得那个是其中一个 但我个人觉得更容易 或者更大的影响 反而是因为经过戒断所的人 他出来的时候 很容易都被他身边的家人朋友标签 你就是一个无可要求的人 你就是一个吸毒的人 然后他就算他已经戒了 但他出来过 他并没有办法在一般的社交场合得到 他应该得到 他想要得到的那些连接 接受 那些关系 所以他没有办法 那这个时候谁会接他的电话 谁会跟他联系 大概就是腰头 因为腰头要他买腰 对 所以反而他可以从那里得到 收货的很假的关心 他可以从那里得到 他心里想要的满足 所以他们很容易又再回到那个状况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关心这些朋友 那就算他去了戒断所还是什么 那我们可以如何的去用一个新的眼光 重新接纳他 陪伴他一起再走这个过程 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 我们也可以去思考说 为什么这个人会吸毒 其实这根究底就像刚刚老师说的 他想要跟我们有些连接 他被边缘了 他想要交朋友 对 那如果说他今天吸了毒 他戒毒了 他出来之后 如果我们又用回之前冷漠他的这个态度 那真的就是他会又会打回原型 对吧 就是刚刚老师说的 就像刚才小生一早说的 我们全部人都有责任 然后因为我们到最后负的是社会责任 然后可是我们每个人 如何对待我们的身边的人 他就可以让这个人感受到被接纳还与否 然后让他会不会可能考虑 使用娱乐性荣耀 好 那我想要请老师再教我们几个方法 比如说 我们都每个人都有脆弱的时候 那当有一些人 他提供你 这个给你用一下 那之后可能你会感觉比较好一点点 我们要怎么样拒绝呢 不会伤害彼此间的感情 好难了 或者是我们可以怎么样在面对毒品的时候 我们可以勇敢say no 因为我觉得勇敢 我觉得我们的假设是这个人目前是清醒的 就是他的他可以理性的思考这件事 例如他不是在酒精的影响下 因为在酒精还是什么的影响下 他可能不知道的拒绝 那他用了 那如果你现在完全清醒的话 当别人说用这个会开心的吗 那你可能可以问这个是什么 我可以知道成分吗 因为如果人家没有办法告诉你成分是什么 或者他不愿意告诉你的话 那大概就有一点不可告人 那你大概就知道说 这个可能真的不适合用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的话 那可能同样的你要看说 周围有没有其他的人在用 他们的状况是怎么样 因为通常用了这些娱乐性用药 你会发现一些人就变得特别high 然后他们讲话就跟他一般不太一样 所以这些都是你可以去看的 如果你说你去夜店还是什么 你大概你看那个场所 你可能会发现说 大家都在做类似的事 那这里可能就比较多人在用 这样子 所以这些是你要去保护自己的意识 那不要说去到这里 我会说当我们每个人都有烦恼 这是正常的 但只是说我们如何去帮助自己 因为你发现到你有烦恼 其实它就是第一个awareness 就像刚才我们说 你有读影 你要介意 你必须要先懂你有影 那在我有烦恼 或者我孤单 我寂寞的时候 我要先agree 我要先承认说 我现在觉得孤单 我现在觉得寂寞 我现在觉得我很乱 还是什么 然后从这样子你再去看 我身边有谁是我可以相信的 我身边有谁是愿意花时间在我身上的 我身边有谁是不会批判我的 然后找那个人跟他聊 那如果有些时候你觉得 我身边的这些人就是给我这个感觉的人 他们就是让我觉得我很烂什么 你真的没有办法从他们身上得到的话 那你是不是一定要到马来西亚生命线协会 对 就找一个辅导员 来去听你细数你的这个心理压力烦恼 然后去帮你理清你的那个情绪过后 帮你一起去找到目前的生活状况 你可以做一些什么 来让自己过得好一些些 我们也许没有办法直接帮你解决问题 但我们可以先帮你的那个情绪先释放舒缓的 但你就会有比较清晰的头脑 去面对你目前的难题 你会发现 其实情况可能没有这么糟糕 的确 人生就是有大起大落了 如果说今天真的是 刚好你是处于这个低潮期的话 首先要先自我察觉 接纳自己的情绪的变化 那如果说真的需要找人去诉苦 需要去发泄的话 发现身边没有合适的对象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机会 包括像是生命线协会 都是愿意提供帮助 你绝对不会是一个人 对 最后还是非常谢谢蔡史欣老师 最后还是要请你抽一张能量卡给我们的听众 我抽到这个是 发现生活中小小的进步 好好的肯定和感谢自己 其实这个就跟刚才我讲的一样 你如何去让自己 一直有那个positiv的感觉 一直一点一点进步 那就算我今天很累 就算我今天的情况很糟 我没有办法在今天进步 我可以不可以告诉自己 Hey It's ok 我们今天就在这里歇一歇 然后我们准备的比较好一点 我们再继续往前进 可能最后我也可以说一下 像我们生命线协会 我们就是一直在做这样子的辅导工作 所以我们也一直在招募 培训不同的义工 那像我们目前也开一个专班 就是给已经是注册辅导员的朋友 来参与的 因为像我本身也是注册辅导员 那可是我之前的同学 我会有很多 他们没有实际操作经验 他们会在真正助人工作 他们会很卡 因为他们有一堆理论 但他没有办法实践 所以他们会很辛苦 所以生命线就开了这样的一个专班 让这些已经有认证的辅导员 可以透过我们的培训环境 有这个督导的陪伴等等 来增强他们的助人工作 因为我们的确相信 助人工作是 那个需要是很强的 是很高的 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人 可以做这样的工作 让身边整个环境是和谐友善 可以彼此接纳彼此的差异 以致不会有太多的人 需要靠这个娱乐性用药来 逃避他的生命 好那最后我想请问一下 如果听着这个访问的朋友 如果私底下想要联系老师 就问你一些关于娱乐性用药的问题 或自己想要戒断的话 可以通过什么样的管道 来联络到你呢 我觉得可以先电邮到 神明县的那个电邮 那我们是counselingat lifeline.org.my 然后他们如果是相关的问题 可能他们就会转给我 然后我才可以做一些转介 或者做一些处理的工作这样子 这样会比较容易 比较匿名的 好谢谢老师 希望大家对都对今天的这个 娱乐性用药的这个课题呢 有学习到很多 对你有很多的帮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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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